我还会说今天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一如 今天指挥中心公布 我国的本土个案今天是增加两例 那么这个数字比起前几天是显著的下降了 那么在境外一路的部分是增加了47例 这两例本土个案是分布在台北还有高雄 是原本就已经被匡列的对象 而针对疫情的走向 指挥官陈志忠就分析了 本土疫情没有新增传播链 代表已经逐渐稳定 但是二级的防疫警戒 还是要一口气就直接的延长到月底 来到2月28号 主要就是要来观察中间元宵节的情况 虽然说本土个案数大幅下降 但是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氏璧就说了 年后才是考验的开始 不知道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社区感染 他其实不是故意对台湾没有信心 只是觉得Omicron的传染力 真的有这么烦卡吗 开工首日国内疫情就迎来好消息 7号新增两例本土个案 分别在台北一例高雄一例 都是隔离其满裁检确诊 另外原本要高度关注的 桃园日益物疗九成都采印 也被认为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尽管如此 二级防疫警戒还是延续到2月28号 打破了两周一轮的观察期 经过元宿节之后我们继续观察到月底 过年到现在目前情况看起来整体的疫情都稳定 并没有新增的一些传播的链 这两天他没有我们没有爆发性的这种案例出现的话 我们社区里面的这种感染者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 但春节期间个案数没技术往上标就代表这波疫情危机解除了吗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氏璧认为 台湾过年后会不会有一波较大规模的社区感染 年后才是考验的开始 不是畅衰台湾只是觉得 Omicron的传染力真的有这么霸咖吗 我们就先仔细观察个两周吧 它的一个相对的传播速度快 就也是可以快速的被侦测快速的围堵 那这两方面就大家比看谁比较快 差不多21号左右 我们就差不多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整个疫情的控制是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 医师认为如果防疫层级没改变 即便接下来确诊数增加也只是小幅度攀升 究竟能不能挺过春节疫情危机两周后才能见真章 接种不得 我可能会爱这 proud misschien 충也不能apo 感恩 优优独立